1986年香港一部特殊电影的上映 让蒋经国泪流满面 不久下令 台湾重新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权限 这是两岸时隔37年后的再次团聚 连邓功德之后都连连赞叹 没想到这部电影竟改写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 可就在电影开拍之前 其中的内容却遭到我党高层一致反对 甚至称其为政治错误 这部电影到底展现了什么内容 竟让我党高层大动干戈全力反对 最终又因何原因拍摄成功 直接影响了两岸关系 1965年7月 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李宗仁 携夫人一同自海外归国 这是时隔近20年后 国军将领首次隆重归国 消息一出 全国轰动 就连周总理也亲自来到机场迎接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面对李宗仁愿意归来的态度 周总理也不禁感慨 随即对应邀而来的著名导演成蒙说 李先生有两件事能够拍成电影 第一个是1938年 指挥国民党杂牌军 在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大捷 另一个就是今天李先生归根 然而在总理提出建议后 国内突发动荡 计划也不得不被搁置 直到1982年 成因再次提起这件事 因为李宗仁是第五战区司令 属于国民党贵系 所以成因希望广西电影制片厂的陈敦德 来负责拍摄这部电影 两人商讨良久后 决定先研究剧本 可就在筹划期间 成因由于身体原因意外离世 这也让计划再次停滞 1985年 为了完成周总理的提议 以及成因导演的遗愿 陈敦德接过重任 并取得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老主席 韦纯树 以及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大力支持 然而 此时的广西制片厂规模并不大 在那个时代的电影节 更是默默无闻 对于台儿庄大节这种超大规模的战争大片 他们根本无法独立完成 当初的八一电影场 可以说是新中国实力最强的电影制片厂 随即 陈敦德邀请著名导演杨光远进行指导 两人一排集合 不过光有想法 没有剧本可不行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就有两个编剧 将《台儿庄大节》撰写成了剧本 但由于历史遗留原因 这个剧本三年无人问津 而且其中描写的 也不是李宗仁 而是张自忠 与真实历史并不相同 可陈敦德看过之后 立马花了三千块 买下版权 又邀请了另外两位编剧 参与到改编工作 将主角换成了李宗仁 历经十七次修改 终于将剧本完成 进入到拍摄工作 可谁曾想 这样一部电影 却在上映后 引起了全国范围的轰动 1986年 香港一部特殊电影的上映 让蒋经国泪流满面 不久下令 台湾重新开放 《老兵回大陆探亲权限》 这是两岸 时隔三十七年后的再次团聚 连邓公德之后 都连连赞叹 没想到 这部电影 竟改写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 可就在电影开拍之前 其中的内容却遭到我党高层一致反对 甚至称其为政治错误 这部电影到底展现了什么内容 竟让我党高层大动干戈 全力反对 最终又因何原因拍摄成功 直接影响了两岸关系 1989年 由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的 《血战台儿庄》 在香港举行了首映 这部周总理建议 成因导演《遗愿》的电影 最终在历经17次剧本修改后 终于被搬上了荧幕 然而 这一消息爆出后 却遭到了我党高层的反对 一时间 质疑的言论铺天盖地 这明显是政治错误 国军不都是斜眼歪鼻子吗 怎么可以让国民党成为主角 但任谁也想不到 被我党高层嗤之以鼻的电影 却直接改变了大陆与台湾的关系 当时台湾省在香港的负责人 谢忠侯看到了这部电影 随即至蒋经国 说大陆拍摄了一部 以国民党为主角的电影 并且在影片中 令尊的形象是正面的 蒋经国听罢后也兴奋不已 表示想尽快看到电影 随后 谢忠侯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 将影片的录像带带回了台湾 并交给蒋经国观看 谁曾想 这部电影 直接让蒋经国潸然泪下 当场表示 这个影片竟然没有抹黑我的父亲 看来是大陆方面在做调整 我们也应相应的给予回应 直到电影上映的三个月后 蒋经国宣布改变政策 同意老兵回大陆探亲 一瞬间 海峡两岸震惊不已 这是国民党退逃台湾之后 首次批准回到大陆 时隔37年 两岸关系终于开始破冰 仅仅几天时间 30多万台湾老兵回到大陆 与亲人团聚 千万家庭因为蒋经国的这个决定 重新步入了幸福 但最根本的原因 还是因为当年周总理的提议 以及数位导演的坚持 看到这个结局 我党众多高层才闭上了嘴 不再过问电影的事情 曾负责统战工作的程思远 激动地说道 统战工作好几年 也抵不上一部电影的作用啊 然而激动的 不仅是大陆的百姓和蒋经国 还有一位在看完电影之后 更是痛哭不已 1986年 香港一部特殊电影的上映 让蒋经国泪流满面 不久下令 台湾重新开放 老兵回大陆探亲权限 这是两岸时隔37年后的再次团聚 连邓功德之后都连连赞叹 没想到这部电影 竟改写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 可就在电影开拍之前 其中的内容 却遭到我党高层一致反对 甚至称其为政治错误 这部电影到底展现了什么内容 竟让我党高层大动干戈 全力反对 最终又因何原因拍摄成功 直接影响了两岸关系 在电影还未上映时 李宗仁的儿子李又林还在美国 听到电影的内容后 他立马坐飞机回国 迫不及待赶到片场 当时电影还在进行后期制作 并没有加音乐特效 但李又林一再坚持 想看一下画面 随即在李宗仁扮演者 邵洪来的陪同下 开始了这部电影的首次放映 可谁曾想 看了还不到十分钟 十年66岁的李又林 在现场痛哭 他紧握着邵洪来的手说 太像了 谢谢 而这也让导演无比感动 自己的辛苦没有白费 其实这部电影 从剧本到拍摄 都遵从一个原则 那就是真实 该片描述的战役 历史从韩复举逃跑开始 一直到林仪阻击站 腾县阻击站 再到台儿庄大战 整个过程完全按照历史脉络 基本没有改变 为了影片更加真实 在选择演员的方面 导演更是做到了 不求帅气漂亮 只求贴近人物 要有军人气质 其中李又林的父亲李宗仁 就找来了少洪来扮演 为了能够让他更加贴近角色 少洪来只要来到剧组 全组人都要喊他李长官 而场景方面 更是力求还原 比如当初国军的武器装备 远不如日本人 甚至还有一些 只有刀没有枪的赶死队 当初那些民间的小作坊 制作出来的刀 质量并不好 没砍几下就会卷刃 而电影中 也将这种真实情况还原出来 还有一个日本兵 仅用一个带刺刀的三八大盖 就能轻松对抗国军的好几位战士 尽管我国观众从心里上 觉得这样的剧情 显得中国人太弱小 但事实上 台儿庄战役就是这么惨烈 但最终 我国军队还是取得了胜利 我们不靠精良的装备 只因心中 有一颗无所畏惧的 保家卫国的决心 在民族大义面前 所有战士都不会退缩 那一刻 不管是国军战士 还是我党战士 都是为了将日本侵略者 赶出我国领土 而英勇抗战的英雄 让我们致敬先烈 也致敬还原真实历史的那些 辛苦的导演们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什么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理论区 referee 论区 narIA